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四季家的专场 据说是有些烦场 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就是忘了 我今天感觉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我都不会想了吧 我没有出门 然后对象昨天发烧了 他发烧完之后就在他说胡话 一直说要交代后事 还说要把车过户给我 还说让我后葬他 还说 那虽然我们才结婚几个月 感情还不深 但如果以后你改嫁了 你一定不要忘了我 我服了 电视剧看多了吧 盘神的迷宫 我的手一直在抖 不知道为什么 四季家的贴纸风格 都做得很模糊 不知道为什么 给人的印象很模糊 我那个脑子不太聪明的对象 一直躺在床上 我完了 我不行了 后葬我 我浑身要烧起来了 躺在床上只露出一个头 盖着大红的被子 凄惨地叫着我 而且昨天晚上 睡觉的时候 他的呼吸的声音很诡异 我过一会儿就探探他的鼻息 人还在吧 还在 这个好像是司机他们家在回顾自己 当初刚开店的时候做的一些产品 这个应该是月光玉 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第一次给我记那个机拍的时候 胶体 好像跟之前有些许的改善 有一些皮诺的限制在里面 我的嗓子里面就好像总是有一团史莱姆 在里面游荡一样 上不来下不去 我也不会土痰 我也咽不下去 胶体是很经营的 嗅觉 嗅觉还在 是像是那种 潘庭海菲斯之类的洗发水的味道 很丝滑 很丝滑 哇 吃什么呀 然后 我又有点肚子疼 而且我现在还 在生理期 我那天刷到帖子 说生理期的时候身体虚弱 很容易得 我害怕 而且我的手臂特别宿弯痛 再加上我最近睡得晚 我害怕 而且我半夜的时候 隔墙听到隔壁的邻居 一直在疯狂的咳 关键是我的家已经烧了三天了 我一点事都没有 我是不是天选打工人 嗅觉 嗅觉还在 但是嗅觉好像 没有那么灵敏了 这次他们家的起完泡 有一丝棉感了 之前他们家起完泡交替 也是很生硬的 应该是起泡液有所改善了 我怎么突然有点头晕恶心 我不是要完了吧 嗅觉 嗅觉渐渐的在消散 这个有棉感 这个有棉感 但是我的胳膊好痛 我甩不了三层纹了 这个泥居然还掉颜色 还掉完颜色以后让我看着我更不健康了 还有这个潘神的迷宫 潘神这个词经常能听到 但是潘神 它是羊的外形吗 搞什么呀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这个胶体很弱 终于从那个四季的身上 感觉不到那种机械化生产的呆板和生硬了 这个的手感就有点像一大团那个发膜 就是感觉营养很丰富 胶体也很丰厚的那种质地 拉伸起来的时候 它会自然的会拉出一团小蛮腰来 很神奇 我昨天晚上都做噩梦了 嘴上说着不太不害怕 但是身体很诚实 起棉了 它那个筋消散了 这个捏起来很虚啊 就是感觉身子骨很虚啊 起泡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感觉肉眼可见的 蓬松的倍数比较膨胀比较大 哎呀脑子受损了 不会说话了 但它就是不能拉长长 拉长长它会很快的坠下来 起的还是挺大的 这么浅的色它怎么会掉色呢 这个颜色有点像 就是腌制到恰到好处的拉巴蒜 我怎么有点犯恶心 报告我呀 我看不行啦 前就有小伙伴们怎么判断 起完之后它是绵密还是不绵密 你看像它这样 现在表面就看不到什么气孔 然后你反复的捏它 也感觉没有噼里啪哩拉的空气排出来 这种的一般就可以判断它比较绵密了 搞搞我呀 有点异症了 再玩一个吧 这个感觉还挺好看的 斯丢佩的 Qubit 嗓哼嗓子里 好感觉像通了史莱姆一样 它这个胶体也是非常的经营 它们家胶体的光泽度都做的还是很好的 放上一些 退烧药 是一个水潭 晚晚没想到 我还以为是起泡胶呢 这个味道很熟悉 像是那个 闻不出来 像是那个 就是很沐浴露的一个味道 越拉越紧实 到后面速度要放慢 这个还是挺适合拉网格的 从网格上面的那个断口也很利索 有点小碎屑 整场 整场人都疯了 对一个泥要求那么高 干什么正常 拉起来一瞬间 像粘膜 啊不对 像草莓上袋 今天就这样了 哦哦 哈哈